完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太无聊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差不多两周了在这个城市 然后我们发现99%的人都是老人 我们两个就纳闷 你说走来走去的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们 都是白发苍苍的 看着我们的眼神也比较奇怪 这两个年轻人难道适应了吗 已经退休了吗 完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太无聊了 是在一个咖啡厅 大家可以看到咖啡厅 在一个面包店 然后他做咖啡厅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对 他两个事情都得跑都得坐 所以说我们咖啡厅面包店后面的 都是老爷爷老奶奶们 平均年龄估计都在70岁以上了 可能都退休了这些 对因为在法国这种小的城市 大部分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老年人了 都是到这来养老的 这个地方到晚上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露灯了 特别安静 我们一会儿到晚上的时候 再给大家录一下 看一看 然后呢 他们这边的基本上每天的老年人的活动呢 就是玩一个法国当地的那个铁球 带大家看看 这个广场上有很多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在 对在那玩那个钢袋 钢球 唯一的比较年轻的就是这个餐厅 或者是面包店里的员工 相对比较年轻一些 房子职员都60岁左右了 是吧 现在法国又因为这个退休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要等到64岁才能退休 其实我们这个事件刚刚好 我们就从巴黎泡出来的 对 因为现在巴黎还是很热闹 朋友们不知道你们 因为他们对退休这件事情不满 对吧 我们这边的领导说要 现在退休是60岁吧 然后他想让大家都是64岁才去退休 然后这样他说为了让女人和男人 同一个时间退休啊什么的 对 然后他又重新算了一下 然后他说哎不对 是女人也要早退休 因为女人什么什么什么 就很我反正不太理解这个事 因为我毕竟很年轻嘛 我就不需要想这个退休 所以年轻人也不是非常同意退休制度 年轻人不愿意干活 我有可能我会退休 我会去很多很多地方 我只能会走路 我就可以出去 是我也不可能到一个这么小的城市 在那等着等着啥 人家也可以自己娱乐 你比如说每天玩这个大铁球 去个电影院也是可以的 这里还是礼服全小镇泡个温泉 都是可以的嘛 行但是你出去旅个游 完美已经两个周了我都快 对但是他们不可能一下 一辈子都待在这吗 肯定也会出去旅游什么的 这里的生活成本毕竟比较低嘛对吧 对 这两杯咖啡大家可以看一下才3欧元 比巴黎的话这一杯的价格都3.5 4欧元了 是比较比较便宜 我们刚喝完咖啡 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小镇子 今天天气正好不错 对但是如果你不在太阳底下你会冬服 对 今天因为零下4度 所以说如果在太阳底下就相对来比较暖坡一些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惊喜 羊米加中华美食 因为他们的那个南法的口音特别好玩 好像他们不是法国人一样 一般我们这种巴黎人 一到南法他就不敢开口 因为他们人一样说话就是有一点南方口音比较比较特殊 然后北方有一点看不起南方 哦 哈哈哈 你可别说巴黎人都看不起波尔多人 跟别说南方人了 哦 就也会互相看不起 对 就这么大点地方 连中国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还互相看不起 各个地方都会出现这种事 嗯 是 让他们去玩一玩 哈哈哈 你看那边远处还有观站的啊 还有扔的 然后还有观站的啊 这边还有看的啊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是吧 咖啡厅的这个服务员都是小奶奶是吧 嗯 这条路上车也非常的少 哈哈哈 他没看见过这个咖啡厅来的 对 然后但是每一个城市比较小 他们这都有一个教堂 或者是一个市政府这样子 这个是必备的 对吧 而时间是七天开 然后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 但是放假的时候 他不放假他就不开了 哦 很奇怪的 是吗 就是开的时间也不稳定 不像他那个外边写的那样是吧 他像外边写的可是七天都开了 没有放假的时候 你没有看完 哈哈哈 你没有看完 嗯 你看这个房子挺漂亮的 对 其实李福泉小镇就是指着他这个 他们的这个温泉了是吧 这里可以看一下房价 后边的那个房子 你知道吗 32万 相当于是 129平 6000 6000平米的地 我 我这个地方真的适合洋楼啊 你看 你看这个别墅 相当于人民币这个房子相当人民币的话200多万人民币 这个是6万块钱 6万块钱的话 是500平米的地 然后127平米的房子 127平米的房子 三个房子 16万的这个是4600平米的地 170平米的房子 你看这里是卖地的是吧 对 这一片地是23400 然后多大的地啊 12100平米 哦 1100平米的地 它是分成了 12345 5块 可以建5个房子 是 我说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 买了地建房子再往外卖是吧 对啊 你作为工程师你可以搞搞这个了吗 没有啊 你天啊 你投资嘛 那一栋卖10万块钱也可以了 5栋就是50万 然后减去地的钱 你给房子的秤本就够了 对啊 你都盖出来 你都捡出来嘛 老贵啦 这个地你得弄那个 葬水的那个东西 没有钱 哦 很贵的 很贵啊 我们来药店 这里还有一些年轻人做药店里的工作人员 但是其他买药的都是老人是吧 嗯 这个小寨呢 有一个小城门 它这属于是比较古老的小城了啊 13世纪起源于 这个里面还是山上的啊 哇 好窄啊 感觉 嗯 一个车出来 基本上没法进去 对 就错车大家要 两个人要等一下才能错开车 哈哈哈 都是这种比比较古老的小路 但是感觉这个地方的车和人都特别少了 嗯 那基本上天气又冷 大家都不出来 对 没错 这个门 进去 从这进去 这是住家户 看看 这里可以按铃 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老的那种 梁 木头做的这种梁 房梁 对 这里的好多的商家都已经关门了 嗯 对 这木头都感觉随着历史的冲击 随着这个年代的悠久 就已经裂开了 好多木头都裂开了 嗯 哦 这里还有个小画廊 但是也关门了 对 他们基本上这种路都是这样的这种石头路 嗯 对 他们的住家户都是这种比较拥挤的房子 我们其实租的那个房子也是 一个比较独立的整栋房啊 昨天因为天气特别冷 嗯 我们去 那个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还发现了地下室有一个 大的一个 对 都有地下室 啊 这是人家住住家户是吧 嗯 住家户 迷住了 嗯 他这个地方到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 灯光节好像是 嗯 那边我们 去看了一下在一个城楼吧 这个地方车开的还比较快 都是这种比较窄的小路 看 这边 啊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灯光节 哈哈哈 小发 很不老的一个日子 对到白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像没人住一样 这种地方 不知道大家如果让你们在这 住一段时间会不会耐得住寂寞 嗯 哦对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关门了进不去 嗯 嗯 他是在 4月1号到 11月6号开放 对吧 关门了 打不开很大的一个门 嗯 这个像一个小城堡一样的小房子 嗯 好可爱 但是让你一直在这住你就肯定不喜欢了 对 其实因为他们这边的房子大部分 很多的用途就是作为民宿了 因为李福全小镇 这边主要是 做皮肤的疗养啊 然后有一些中老年人到这边来 做皮肤的护理啊 什么呢 所以说很多的房子 很多人买了以后呢 不是自己住在这 要么就是度假的时候会来 或者是就是租给 这些到这来疗养的这些 这个也是 都是 嗯 就我们后边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这是个小红园吗 不是小公园也是一个民宿 一周的价格是220 是吧 不过路 哦 对 这都是这么窄的小路 对 这个小城墙感觉都已经破旧了 一个小破门 木头门 嗯 看你身后的这个老房子 这还有一个这样这么小的阳台呢 如果我们俩不说话 这里只能听见鸟的声音 对 听见鸟叫的声音 是吧 是吧 这就是欧洲 每一个城市城市在小就几百人的小 小镇 也有一个这样的教堂 是吧 感觉 嗯 规模不是很大 你看他这顶子 宝贝 都是这种弧形 糊的很厉害的 而且上面长的那种很深的那种青苔 估计太潮了 这边阳光也不多哈 小杨发现一个做纸夹的店 但是没有开门 估计也是要预约吧 是不是 开门的时间可能是这个冬天这段时间 应该不营业 实在是人太少了 我们俩这一路走 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过几个人 基本上就是三四个人 我们现在是零下四土 零下四土 所以比较冷 但是平时像这种这么安静的小镇 也就人也不多啊 基本上都是在家里 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 啊 上班的人他们都是去城市 啊去大城市是吧 对啊 基本上法国人家里 都是家家户户都有车的 啊 所以离大城市稍微有点距离的 他们都是开车去上班的对吧 啊 另外有一批就是中老年人 基本上退休以后的 就是基本上待在家不出来了 啊 家里院子大的 啊 五千多平米的 开着割草机器 在院子里割割草 然后在家里喝喝茶喝咖啡 看看电视 这一天慢慢的就过去了是吧 嗯 基本上没什么活动的地方 对 而且像这边的老年人也不怎么给看孩子嘛 是吧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比较寂寞 啊 放假的时候会 但是如果平时的话就是不会给看孩子什么的 所以说这边的老人相对而言家庭 亲情没有那么浓厚 啊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比较孤独的啊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里这种 所以像这么大的房子 小孩也不喜欢去 嗯 跟老人一起 没错 那么这儿学校还行 因为我们给大宝二宝注册了他们的这边的一个学校看护孩子中心嘛 感觉这边的孩子还是挺多的 但是说实话像这种比较安静的小镇就很少有看到华人的后代 啊或者黑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法国人对吧 嗯 是因为这个地方没工作外国人都去工作的地方 对因为法国这边的移民还是特别多的啊 后裔啊什么的 但像这种小镇的话就比较少了啊 关注我们杨米家 BEEE